晚安 欢迎收看台湿新闻 全球现场 我是书凯文 高雄小港区传出连接车翻覆的意外 一辆连接车载着38吨左右钢圈准备前往码头 驾驶左转的时候重心偏移 整辆连接车180度翻覆在路面 载运的钢圈也散落在地 驾驶还一度受困其中 附近民众第一时间赶紧救人 虽然驾驶没有酒驾也没有超载 但是因为载运的货物掉落 警方还是依法举罚 连接车载着钢圈左转 踩钢弯过路口 重心却越来越往右偏 接着后方钢圈拉扯捆绑绳索 连同车头一块扯过去 整辆连接车180度翻覆路面 听到声音出来看简直傻眼 抓起工具先救人要紧 两位民众一前一后冲上前 努力用工具敲开窗户 终于帮驾驶脱困 驾驶爬出来看着连接车躺在路旁 车头全毁 钢圈散落在地砸毁路数 满地都是碎石泥土 回想起事发当下 心有余悸 钢圈太滑拉我的车头倒掉 14日中午 他载着22.3吨及16.5吨钢圈 准备前往码头 行进小港区沿海路 左转时重心偏移 钢圈一滑拉扯车身导致翻车 不慎翻车 导致钢圈掉落 将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 条例30条一箱二款 已以策单举发 虽然驾驶没有酒驾也没有超载 根据道交条例 载运的货物掉落 最高开罚18000元 索性驾驶只受到轻微擦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载运货物转弯时 驾驶尽量小心再小心 以防出了意外伤人又伤己 记者柯成浩高雄采访报道